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 集体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现任和后任理事 习近平指出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反映了亚洲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共识 顺应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 论坛成立17年来 立足亚洲面向世界 为凝聚亚洲共识推动亚洲合作 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论坛年会围绕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主题 进行深入探讨 习近平强调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自身发展 创造了中国奇迹 同时又通过自身发展 为世界进步贡献力量 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将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 同周边国家发展牧林友好关系 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更加有效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 将把自己前途命运同世界人民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是胸怀世界开放包容 论坛要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 融会东西方文明成果 更多走出去 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合作伙伴网络建设 不断扩大朋友圈 三是突出特点 打造亮点 论坛要推动各界人士坦诚交流 集思广益 为各国政府和企业开展合作 提供智力支撑 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在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明确描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宣示了重大开放措施 充满了改革精神 非常精彩 令人钦佩和感动 在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面临挑战之际 演讲意义深远 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劲活力 为人们指明了世界应何去何从的正确方向 是在重要的时刻提供了正确的答案 即 中国致力于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致力于改革开放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高质量发展 创新发展 使人对中国的更大成功充满信心 中国的成功将产生深远影响 将为亚洲和世界带来繁荣 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榜样 中国已是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中 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会见前 习近平同论坛 现任和后任理事长 副理事长 秘书长 集体合影 tie 记录 思 dissol 複ierz 斡